你试试说,大家有个口号啊 哈哈哈哈 不要试试啊 给你一支咪 哈哈哈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我说豪哥站中间 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是豪哥问的 今早问 豪哥在我们群组里面 就问 可不可以教阅读防守 是你问的 好了,大家先知道 什么叫阅读防守 或者这么说,这个问题 都很哲学 为什么你会这样问呢 因为想知道他 防守是怎么想的 怎么说好呢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 我知道,他身体比较诚实 很明显就是 我估计,即是我做法 我估计就是说 他应该就是 我进攻的时候 我可以在什么的现象里面 我看得出 防守他想怎么 例如他的重心分布 在左还是在右 他aggressive还是不aggressive 这几样东西 就是由你的视像 看到你的防守者 给你的信息 从而知道 他的内心是什么 是不是这样 差不多 我估计都是这样 就是看他的现象 表象 然后感觉到 他对我有意思 都是这样 你怎样追求你女朋友 我算了 别说 女朋友追我 好了,我们看 怎样可以看防守而去进攻 几样东西 在防守的时候 你会想他 最主要两大项目 蛇 橙 对不对 高阶 中阶 你会防守他 全 明白吗 几样东西 那些 就站在那儿看 就是哈顿的防守 我想没人会赞他好的 是吧 不是 闭路电视式防守 不过今年好了 上年都好些 拿完MVP又懒了 好明显 OK 好了 我们如果一个防守者 先要知道 他会有他的目的 你要阅读他的目的 你现在今天学这件事 好了 在这个姿势上 通常防守者 对你的时候 我之前教过防守 防守是你会将你的敌人迫向 弱手 就是我右腰 他会逼我去左手带球 他自然会站在哪边为主 哪边在前 这边在前 你阻挡我左手 我就右手带 是 你应该是 是啦 在右边为主 明白吗 我们右边为主 所以你站在这儿 你便逼我去右 左边 好了 那我再走一步 你会怎样 你也是逼我去左边 好了 这个时候 就是立邦绝技的时候 你看着 你便逼我去左边 我再走一步 立邦 你先想我便是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就是第一 看到你看着他 第一 右边 好了 这几个动作是代表什么呢 第一 他宁愿你射 宁愿你射 不让你铲 这个Message 就是这样 你妈不是这样想吗 即是让你铲 真的很好 不是 你便不让我铲右边 你便不让我铲右边 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忍不住 因为你右手铲 对不对 不是 你这样的Message 就是什么 就是我不让你用右手铲入 你看到吗 很简单 大家一起看 当我 当我右手带球的时候 你站在右边 对 你便让我左手铲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 你怕我右手铲 对不对 你让我左手铲 他的第一个目的是 要我向这边 对不对 我 就中你计的话 那整个进攻就是你控制我 对不对 所以我选了什么 对不对 你不想我来这边 我就再偏要来这边 然后才回来 立邦 那样 我们防守的时候 阿豪你带球 我这样就是 我怕你右手铲 你必须要知道 我怕你右手铲 这个Message就是 我站过来这边 如果我这样 这样的Message代表什么 站到正代表中间是什么 他可以很努力 但没有什么技巧可以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限制住你的进攻能力 也都没有去防你左右手 我们做防守 第一样东西才知道我们防守 是要将他最强的压低 最弱的放大 你右手铲 我怎么能够防守 都给你左手 就算你左右手一样厉害 我都是给你左手的 只要你是右手拿筷子 右手拿筆 我都一定给你左手 因为你很努力令到你的左手和右手一样厉害 但是右手和左手哪样厉害 你怎么都是右手厉害的 你是右腰右腰的 无论如何厉害 都一定只能放他一边 清楚吗 这是第一样东西 第二就是你要看这个敌人 整个防守动作 假设CM攻豪手波 我们看一看CM和豪打 在这个角度可能会看清楚 我们怎样阅读防守 第一步掌握你和防守者的距离 通常我们学习防守 你学习防守是通常来防守者 一步半 一只手距离 一只手距离 我会建议一只半手距离 因为你一只手距离 是我们训练小朋友 要很hustle defense 很压力 要很有气势去防守 一只手距离 但是如果你在一场决赛 最后一分钟 你真正的防守 就是一只半手的距离 因为你早怕被人说 你很怕很怕被人说 明白吗 防守一定是比进攻慢 因为你是看着进攻的反应去防守 但是如果你防守到差不多的 level 就像我刚才所说 你会有目的地 令他进入一个他不想去的地方 例如你会现在这样 逼CM去左边 你现在的message就是 一只半手 你现在是两只手 两只手这个message代表什么 我是 请 起快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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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只手距离只能吓到你 如果你用1.5或1.1 motion 好吗 但是 对一个 初阶的进攻者来说 你不会射的了 这个位置已经 已经选不射了 明白吗 那试一下打了 查看 开始 对了 对了 果然 CM中了蛇的圈套 好 再来 来来 好 好 拨 好 那 好 好 我們常常在街場會遇到這類型的選手 撞一下撞一下他會突然扔進去 你一定會遇到這些人 你會怎樣? 通常你不讓他扔後,他會過你走籃 你千萬要記住,你要懂分析這球是否符合 你覺得自己剛剛的防守有沒有問題? 你覺得他好運還是你受得差? 你不要理他,不然你試試不要讓他扔,他會過你 試試這球不要讓他扔 你試試一下,太急了,太容易收球了 好,我們進攻的時候呢 阿豪剛剛是否收到?收不收到? 但你太快收了球,是不是?兩下而已 你不要那麼容易拍,拍不容易收 你都未猜,第一,他的防守就是剛剛所有訊息和剛剛一樣 他的防守就是不想你去那邊 CM最錯的一件事就是,其實和你們大部份中階的進攻者都是 你向前攻,我不是說過你向前攻,他只會離他的距離越近 你不應該向前攻,你應該怎樣?向橫jack,向後,拉他出來,明白嗎? 你去到最後的東西就是寫 你不用向前 再多一球 如果你真的通過他 看多一次 我講過很多次 第一步不要向前開 看如何通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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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再看一次 不要向前開 不要向前攻 看著 哎呀 打算進去 明白嗎?不要經常打算向前 我們做多一點就是 啥?壓停 其實他沒有反應 他也要停 在幹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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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嗎? 他手也不能過來 你記住壓停的時候也不能過來 你明白嗎? 不要整天 一味就是 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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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迫死自己的角度 尤其你打全場 你哪有得這樣向前 繼續閱讀他的防守 開始轉腳 你看到他現在沒有站那麼右 就夠了 第二看著 停 站好 重心微微向前 即是他的重心現在正在向前 OK 我們要扯軟他的重心 明白 記住 當他見到他的胸口微微向前的時候 怎樣扯軟他的重心呢? 一個step back他就衝出來 對 我們就有半個位 去拿 明白 再看多次 微微向前的時候 明白 我們一個 一個人要扯軟他的重心 明明 明明 明明吧 是Block到的 Block到不等於炒的 出來 對 good ball good shot 為什麼 看回剛剛那個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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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 CM再來 CM給他球 停 放鬆了 是不是 如果一個人敢防守 以阿豪的力量 速度 一cap衝過去都可以 他散了 他根本沒有想過手 這個時候你只能想一件事 就是射入球 明白嗎 有些人呢 會在這個狀況之下 還是很急去射球 你剛剛做得很好 所以你的球射得很漂亮 明白 好 看著 接下來下一球才是考驗 因為你進了第一球 好 停 站回原位 解釋一次 再來拿著球 你不是一定要閱讀他第一個姿勢 他想來做什麼 你要閱讀防守 你不是想一下他 你現在要得到他想什麼 好 停 跟剛剛的防守有什麼分別 好 停 賣了來 代表什麼 他怕你射入 他不是想搜你射球 給他選擇的話 他也是想你射 對嗎 他不想你射 對嗎 年紀就告訴你 我不想你射 你要閱讀這件事 他怕你射入了 第二 看不見他站在你右邊 對不對 你一開球就跳 你想了怎樣做 那你就跳 明白嗎 你記住你一接球 這個是最有威力的 我猜到你想不到 所以你用來跳來想 是不是 你應該想定 你跳沒問題 跳之後下一步 他有什麼反應 你必須要清楚自己要做什麼 例如他跟 我就衝 衝哪邊 左還是右 你要選定 這些東西你要設定在腦裏 你要記住 你想打籃球厲害 你未去到很高階的話 未很熟自己的能力的時候 你給自己的選擇越少 你越容易打 一是A一是B 包剪打都沒有 一是包一是打 剪的option都不可以有 明白 所以你要想一件事 好了我現在第一下射不到 所以我跳一下 明白 他跟去我右手 好 假設他就是 你跳 他一跟過來 我就來回這一邊 你這樣想 OK 第二就是 他一跟過來 他一跟過來 但是不是向右邊跟的話 他跟我的人的話 剛剛他跟球 如果他跟我人的話 我就向這邊衝 對不對 你應該這樣想 明白 去到最後最後 最後 你有技術的話 就是 他見我一跳 他向後 向後 向後 他見我一跳 向後 向後 我就射球 你才有剪的option 明白嗎 你在下球第一下 你已經要想好 或者這樣說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你記住 你有一個起動動作 我講過很多次 核心好 dance move好 是不是 或者之前說的水步 起步都好 你一定要有後續動作 是A和B的option 明白嗎 行不行 你只要做好A和Boption 基本上 你閱讀第一下 你只要閱讀到他第一下 後面所有動作 就是你帶著他做 你引導他這樣出現 明白嗎 所以我一路跟豪打 我沒有可能跟他鬥力 我不會救他速度 不會救他彈性 被剪他都長過我 我要贏他 我只能靠我的經驗 引導他過來 當然有些人認為我是靠剪接的 是不是 今天真的狂Block我 剛剛真的被他Block到 清楚嗎 再來試試 想定的了 你要留意著 然後你就留意著他第二步的動作 他衝那個波 你走左邊 他衝向人 你走到後面 他停下 你要射 看著 你帶那個波會在右邊 這個就是跳到那個波上 你會去怎樣 好 停 再來 這個就是跟著人 你是不是看他的位置不同 是不是反而這裡有位 都是你閱讀防守 好嗎 再來 Good boy 好 但是我個人認為 阿豪去 去這邊贏了 是不是 好 你第一個動作選對了 Good choice 但是對你的優勢是多少 半步 最多半步 你贏了剛剛阿CM 看著 你剛剛贏了阿CM 就是這半步 走懶不夠 射球太癡 對 對 對 你如果想安靠鎖 他的話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飛 跳 高 壓 明白嗎 你就可以贏了那半步 再看一次 跳 你就是要閱讀防守 不能讓他猜到的 好嗎 剛剛他完全不同 他這下根本沒有跳 你聽不懂 我剛才跳這下 他不是跳過來 是不是 我便射 甚至過 你可以這樣 跳 過 壓停 你壓停這下 才能真正Angle break 我建議大家 用多些急停 我40歲 打年輕人靠什麼 我發覺我只能靠急停 但是我告訴你核心多重要 明白嗎 核心是最重要 明白嗎 核心是最重要 對 好選擇 明白嗎 好選擇 好選擇 你記住 你是不是整身都沒有氣 選對的選擇 不過 明顯你電話就是iPhone 6 現在出到iPhone幾 呀 好選擇 好選擇 你記住 對呀 你的反應是iPhone 6 對呀 你的反應是iPhone 6 要Low 哦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是不是 嘩 嘩 OK 出來 最後 對了 你始終都爛停 你其實你感覺到它封了你的位子 是不是呀 你帶第一步它不是已經吃了你的位子 對嗎 你肯停 你習慣了 如果它習慣了停 CM就會撲 撲 我給你壓停 你就贏了整個位子 是不是呀 閱讀防守不難 在閱讀防守後反應那一刻難 是不是 因為大家根本就沒有急停這個option 所以你就打得這麼辛苦 那個人好像貼身高藥那樣 不是他貼你呀 誰防守會走過來 噢浩哥 他不會這樣的 個個都是怎樣 個個都是退後的啦 怎麼會有人無尼拉威衝過去前面呢 還要打街場呢 怎麼會有人無尼拉威衝過去前面呢 不會的 一定是退後 那為什麼永遠都貼著你呀 你貼著我呀 你明不明白呀 我調轉 攻到拉斯 拉斯 我們攻到 每人攻 每人攻一球 停 是不是呢 你第一次又衝了前 40歲人不要衝前 瞄了籃先 明不明白呀 停 賺好自己的空間 記住我們呢 我們老 老一輩的看球 記住呢 我們呢 對著後山的話 你一定要贏他半步 聽人說偷半步 偷半步就是 當他拋球過來的時候 我站定的時候 就在他的圈套裡面 他的能力贏了我們 所以我們怎麼樣 要立刻離開他的圈 離開他的防守範圍 如果不是你會輸硬的 確認真 停 停 其實是夠位的 停 其實那裡兩步半距離 你夠位射 但是你要加一個輕微的side step 他兩步半距離 第一次 你是不是拍 拍 夠位射的 其實 明白嗎 夠位射的 你一定要選射 不選射 我覺得夠位射 劉森 我覺得夠位射 他夠角 對不對 所以 剛剛我全部就是 在這個最尷尬的位置 想射 想射 他就有其他反應 明白嗎 他不會真的放你射的 他都會假裝的 明白 他怕你覺得有得射 他都覺得有得射 在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做 hesitation 明白嗎 當然 我沒得過的話 我立刻 假裝 hesitation 去射 整停他 明白 你再多一層套路 去令他停下 他以為你會射 然後你fake 然後他就想著 立刻追你 其實那個都是fake 一個很假的假動作 然後一個很真的假動作 他就會停下 如果你一直用一個很假的假動作 加一個很假的假動作 然後一個很假的假動作 只會兩個字 尷尬 繼續 最後一球 影片很長 最後一球 我們最後一球 會不會好時間呢 iPhone 6 會不會好時間呢 iPhone 6 在想 在想 真的 是不是看到 都是向前為主 你不會橫 明白嗎 即是你都是一個G字形向前 G字形 G G 不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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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